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我们讲学佛三要 那么在我们的课本里面的192页 192页也就是在第六节 属于会学进修之成就 那有两个成就 一个是要成的嘛 悲信界定会之果 然后要成设俗济世之用 所以一旦牵涉到设俗济世的话 那么就更应该要把 所谓不二的观念再强调 因为免得说 学佛之后好像变得盖格秀 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修得很精进 你们都太杂然了 然后就瞧不起别人 然后自己那个慢心就一直起来 那反而怎样伤害了众生 这样是错误的 很多错误的学习会变成这样子 会变成好像在社会家庭里头 都不大融得住 不大融入了 说要出家又没出家姻缘 说在家又不像个 又说不上是个在家居士 在家菩萨 其实在家人应该要有菩萨道的精神 如果出家人说走生文路线没话讲 因为在世间里头 但是却不离世间 而且不离佛法 不离佛法 所以这个部分 看到这个社俗济世 倒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并不是说 我就脱离了世俗 脱离了社会 脱离了家庭 变成家庭里头的一个怪人 也成为社会中的怪人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说要以致倒情 才不会好像里外都不是人的样子 那么什么叫做以致倒情 我们用佛法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情感 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 我们常说名利心说要放还比较容易 尤其有的人根本连名利都还没得到 那要放更是因为他没得到 放与不放对他来讲没太大的差别 但是真的得到了名利心 而愿意放名利那是不容易的 很多人是因为没得到 所以也不知道说名利的那种熏心之可怕 有的人真的一旦有名有利 就膨胀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知道我是谁了 会迷失掉我们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很生命本质的这个部分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么能够拥有名利心而放下名利心那才是功夫 但是不管名利心的这个问题 我们毕竟都是有情众生 我们是不是都有情感的问题 一定都有 只要在这个世间里头 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充满了情的问题 对不对 人情世故这些 我们都必须要去怎样顾及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学习 我们的情会比较怎样落入什么 事项上的 人际之间也是人事上面的 一旦是在事项上呢 它是属于表潜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讲所有的一切法当中呢 都比较落在什么 法相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说会学其实是帮助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什么 法性嘛 属于理则的部分 它是属于法性的 它属于怎样比较深层的 就好像我们常常举例说我们看一场棒球赛或篮球赛 看到的是不是这个表潜的事项啊 它的比较深层的理则是什么 棒球规则嘛 棒球赛的规则 篮球赛有篮球赛的规则是不是 所以才会有个审判 那个裁判在那里判哪一边赢哪一边输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事项上我们往往比较落于对立 尤其两队在比赛的时候是不是都对立了 真的你死我活是不是 都比较容易 因为一旦在事项上我们就容易怎样对立起来 那其实也唯有透过理则的这个部分 理性的部分才有机会怎样把它融通在一起 是不是才有机会融通 因为在事项上 我是我你是你 你我之间其实我们很容易对立 尤其在一个同一个团体里面 当我们的这个利益有时候会重叠 那更是利益冲突 那非对立不肯了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看在外向 看在外向 所以我们所说的以智导情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友情众生的这个情感问题 真的是要用疏导的方式 而不是用阻塞 不是用压抑的方式 像大禹治水一般 大禹治水是 它是不是用疏导的方式 一壶的水 一个壶面的水 一个壶底的水 那么多 其实是要用什么勾渠来把它疏导 灌溉 疏导的好 它会是一个利益 对不对 没有疏导好 说用一定用什么去把它压抑住 那之后还是会泛滥的 所以这种疏导是很重要的 疏导 那么是用智慧来疏导 好 那么何谓智慧 何谓这个法性 所以你看 所谓的智慧它会跟什么 法性结合 而不是跟法相结合 我们的情绪 起伏 会跟什么 那么法相结合 比较在法相上 那最基本的 以理则跟事项 理性跟事项来讲的话 我们就说 所谓的事项 其实它是一个结合出来的现象 理性是在讲里面的这个 这些点 它必定是重元 怎样结合出来的 才会形成什么 现象 这些因缘 这每一个点都是因缘 都是因缘 那么在法性里头 所强调的是怎样呢 一个否定式的符号 这个否定式的符号其实就是 要让它是非常的平等 没有哪一个因缘 它是可以单独 独立存在的 它很特殊的 它可以不受其他的影响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因缘 我们就不是那么样自由的 可以怎样排列组合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一旦事项的出现 其实是一种什么 原生的状态 但是光是这个力量之外 其实它因为它们之间 相互会排挤 相互会排列组合 所以它必然也有什么 圆灭的一个倾向 任何一切 不管是有情众生的生命 或是无情的气势间 一样有这样的特色 所以所谓的圆起信空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像 圆生圆灭叫做什么 圆起法 所以所谓的圆起 是在讲现象 讲什么现象 原生的现象跟什么 圆灭的现象 并且不只是已经形成的样子 因为没有形成的样子 固定在那里不动 当然在原生之前我们比较看不到 但是我们也可以预知它会形成 比方我们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发出讯息 那么会透过报名 我们是不是可以预知 这个活动办得成 虽然还没有 行成之前还没看到 但是我们能不能预知 它应该可以原生 但是有些活动不见得 哪里都没人报名 它就原生不了 就像我们说选举 对不对 它能够原生出它最高票 它当选市长或县长 它若原生不了最高票 是不是我们就看不到它的原生现象 那么就表示它呈现的叫做什么 圆灭的现象 所以我们如果说办活动 我们可以预知说 这个应该可以办得成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预知它的什么 原生的现象 但是我们说原生的现象 也不是在那边固定不动 是不是又取向于什么 圆灭 所以以佛法 比较深层的理性来看待 法性来看待的话 那么用缘起来看现象 用缘起来看现象 为什么会有原生 缘灭的现象 就因为这里面的排列组合的 所有的因缘里面 都非常平等 没有哪一个不平等 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什么特质 单一的 不变的 主宰的 没有这样子的 这里面都非常平等 所以性空它是不是 它其实也是一种平等的符号 因为不能有这样子的特殊待遇 所以性空的这个空 否定了绝对性 否定了什么 那种主导性 否定了特殊性 因为一切都是什么 平等的 所以我们说法性实际是看里面 看这些小点 那么我们就来看 以世俗 以这个世间的现象好了 我们都把它看成两件事情 事相归事相 理则归理则 是不是 把真理归真理 把世俗归世俗 把明归明 把暗归暗 现在白天就是亮的嘛 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很粗糙地看这个亮 明的程度 但是其实我们说 我们现在往外看再回来这里 再往外看 其实它明亮程度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它那个太阳的高度不同 是不是 高度不一样 但是你说这里面 有没有含着暗的成分在 还是有 因为我们是从什么 黑夜里头亮起来的 亮亮到我们说正午最亮 从正午之后又逐渐怎样 按按按按按按 按到什么 子夜最亮 于是呢 从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把它说 这样子切割是不对的 而且太粗糙 我们的粗糙会粗糙在说 亮就是亮嘛 暗就是暗嘛 白天就是亮的 黑夜就是暗的 我们是不是很笼统啊 只有看表象 那佛法教我们更细腻的来看 就是要把它怎样 合起来 它这之间应该要相通 这之间应该相通的 没有这种界线的啦 其实是没界线的 是没有界线的 这之间是不是应该相通啊 是看里面喔 是不是看里头 现在的明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到最多的时候 它这里是不是变少了 然后呢 到了正午以后 它这边又逐渐逐渐多多多多多 多到怎样天黑 然后又是多多多多多 多到哪里 多到午夜 多到子夜 多到子夜 所以它这之间是不是共通的啊 所以我们首先要有共通的一个观念 而不是怎样切断的 其实没有办法切断 那么也等于说 人我之间有没有办法切断 我们会觉得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耶 是不是在外向上啊 那现在有个观念说 叫做生命的共同体 大家应该是结合在一起 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环境 我如果无恶不作 也会影响你的权益 对不对 所以不是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之间是不是相互影响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就是是共通的 不是切割开来的 我们在线下上往往是因为切割开来 所以我昨天不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鸡跟蛋的问题 我们是把鸡切开来 把蛋切开来 所以就永远怎样搞不清楚 那应该要让这之间怎样 通起来就没问题了 通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更细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这个事项当中 是不是有理性的存在啊 理性当中是不是就有事项的存在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则 所以会形成这个事项嘛 这个事项也因为理则 而怎样有所改变 就像我们说篮球比赛一样嘛 篮球比赛是什么 现象 事项 对不对 它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它的理性 理则的部分 它为什么形成这个现象 它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那也因为 就是说篮球比赛的规则 影响着这边的现象的产生 对不对 那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怎样 表达了我们遵守篮球比赛规则 才不会乱掉啊 对不对 双方才会输赢输得很福气啊 是不是这之间还是应该要怎样 是不是应该共通啊 这个就是佛教里头最深层的智慧 其实是在讲这个东西 这个也就是在讲什么 不二 就是在讲不二 它这之间不应该是怎样 不应该是这样子切割开来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连在一起啊 能不能接受连在一起的观念 所以那真俗是不是也都这样啊 都是这样 所以才可能怎样 涉俗嘛 透过理智 真理法则来怎样 涉俗济世 它这之间才能 是不是才能共通 所以为什么老说 声闻圣叫做偏真智慧 有没有 它是不是偏真 它不愿意涉俗 大圣的话呢 它就愿意涉俗 并不是不愿意 但是它涉俗的一个基准 它用什么 真理法则来涉俗 对不对 所以它要卑制双运 还是要有智慧做前导 所以它才不会留俗 我们说一个政治家 其实他也照说了 以政客来讲 他本来都是比较菩萨根基的 只是没有好好引导 对不对 他没有佛法很正确的观念给他 不然人家属于政客型的 他都是非常热心型的 都有那种很好养教的特质 刚开始他可能在地方上 东家什么有喜庆 三藏喜庆 我就热心去赶納帮忙 做什么慢慢 他人缘不错 一个政治家你说 他人缘不好 是不可能走上政治台面的了 一个政治人物 他本身他就是要有号召力 他也有他人格的魅力 菩萨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是因为他非常热心 但是我们说一个菩萨如果没有智慧 做基础的时候他就流疏 因为他没有这个部分 他就完全偏在这上面去了 他就会偏一边去 那偏久了之后呢 我们的术士的那个自私自利的特性又升起来 于是干脆 哎呦 土地当然利益我自己比较要紧 对吧 哦 哪里势地重化 哦 我快来买一枝了 对吧 趁人家还不知道 所以最后利益了他自己 慢慢的 他本来的那种热心反而变成 变成回到的 回归到自己 所以就变得很自私自利 所以我们说一个一个本来政治家 我们说应该要称要尊称为政治家 所谓的政治家就是他能够以国为重 以人民为重 我们可以尊称他为政治家 但是我们为什么把他这个贬称为政客 就是因为他怎样最后土力了他自己 对吧 那就没办法受人尊重 就是因为怎样 这个部分不足 他完全骗到这里头 如果一个政治家他 他还有真理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 我们说经典里面好像提到转轮圣王 他都还可以叫做转轮圣王 而且叫人王啊 对不对 他是慈悲的 他又有相当的智慧来怎样引导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真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慧学学了半天其实是在这个部分 属于理则的部分 对不对 那这理则也不能说完全在这个部分 在圣文法不就叫做偏真吗 说偏真智慧 那如果以世俗人没有任何这个的话 他只是流俗的现象 只是沉沦在世俗当中 那最好是这两者能够怎样结合在一起 就是大圣菩萨的精神 就叫做悲智双运 对不对 所以悲跟智呢 其实他也是应该要做结合 因为悲才愿意怎样设事 因为有真理才有什么 智慧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个菩萨的话 他就应该要怎样 事理圆容无碍啊 是不是 他也不要偏于事也不要偏于理 那么这些是不是都是透过什么 信空的观念来的 所以不二的这个不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 信空 一旦谈到信空 就是在谈里头的 而不是在外面的 就是在谈这里面的啦 这样能理解吗 是谈里面 否定的是这个 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对不对 没有任何绝对不变的事情 他都是那么样子的平等 所以这之间是不是 他就可以平等 于是 我们说 以菩萨来看待的话 生死即涅槃 是因为他把他怎样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就可以生死即涅槃 是不是 但是 我们刚刚如果画这样子的话 生文圣他就会是怎样 不喜欢这边想要到这边 有没有 艳离生死 心入涅槃 他是从大体来看 他从外向来看 我们就说 其实他是 以小圣慧来讲的话 他其实比较重向 因为我们一般的学习来讲 其实我们都习惯从向来 所以他就会怎样 艳离生死 心入涅槃 的观念 其实是从向来 但是 我们说 生死即涅槃 是不是从性来 法性来 这样能理解吗 法性 是因为法性的缘故 这之间就有机会平等 他的平等就是因为怎样 把这个界限划开来 生死当中有涅槃 涅槃当中有生死 因为看到的是什么 这里面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能 怎样呢 真俗无碍 释出释入而无碍 这个是释出的 那么这是什么 释入的 能够释出释入而无碍 那才是菩萨道的精神 所以我们说菩萨道 他一样在群众里头 为众生来服务 跟政治家或者政客 他也在群众当中 但是呢 他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那个智慧 在会学上的不一样 对不对 在会学的认知的程度上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美容前美容后 是不同的 菩萨经过会学的美容 对不对 他一样也设事 对不对 也设俗也计事 但是呢他是比较超脱的 他不会自己卷到里面去 而不自知 因为我们说菩萨 身为原觉菩萨佛跟觉知 都要有关系 是不是 所谓的会学 前面也讲到 是不是跟觉都有关系 我们不能没有什么自觉的能力 以菩萨为什么要深入群众 其实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真的解很多的人缘 也修很大的福报 但是呢就很怕 这个沦落在群众当中 对不对 众生没度好被众生度去 就可惜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 觉的问题 觉知不够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怎样 卷在里面 如果觉知的能力够的话呢 他就跳脱的出来 虽然在当中 但是他是清醒的 他不会去恋战任何的这些名啊利啊 或者群众的拥戴啊 这些说实在都是过眼云烟啊 对不对 都不过只是这里面的这些因缘 一直在变化呢 所以一个菩萨他不用发愿说 我一定要度一百万人还是度多少 其实一旦有数字就不名为菩萨 因为一旦有数字是不是就着相了 就着相 以菩萨来讲的话 只有怎样 随缘尽分而已 随顺因缘 有因缘我们就度 没因缘我们就自修 对不对 自我充电也很重要啊 也不能一直都在群众当中 一直不断地在群众当中 自己充电不够 其实你没有东西给群众 因为我们在群众当中 是因为把我们所认知理解的佛法 能够传达出来 那才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悲心的关系去传达什么 传达的还是佛教的会学 但我们说会学它不是独立的 任何因缘都不是独立的 对不对 它也必须有很多的什么其他的清净功德 来怎样共成 所以在会学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一样在信 戒 悲 定 会 是不是要一起共成的 也一样都要一起共成的 并不是单独的 所以我们平常起烦恼没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起烦恼呢 就有机会去体会到菩提的重要性 为什么起烦恼是我们觉知的能力不足 如果我们结过善缘 有机会清净善知识 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我们来告诉他的时候 可能他会点醒我们 对不对 所以透过烦恼我们才会知道什么 菩提的重要性 那从菩提当中 如果我们又起执着 在菩提当中 如果我们起执着 是不是也偏于烦恼 那在烦恼当中 又能够起觉醒的心 在糊涂当中又想要觉醒 在觉醒当中有时候也会糊涂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说我们的善念 恶念也是这样 在烦恼当中 我们也会起善念 但是在善念 我们说我们要念佛 但是发现 我在念佛过程当中 竟然那么多的什么 杂念又出现了 是不是 所以光是要清静的念佛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会知道我们的心念的变化是快速 为什么变化这么快速 因为信空的缘故 每一个念头都很平等 他都可以出来 没有哪一个念头说 他可以单独不变的主宰的 就存在在我们的心里 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可以这样子 没有 没有特殊的善的念头 或特殊恶的念头驱走不了的 没有这样子的 只要恶的念头出现 善的念头就消失 善的念头出现 恶的念头又消失 就像只要智慧光明能够点燃 黑暗是不是自然消失掉 所以要如何对峙我们的烦恼 那么其实就是菩提 所以这之间呢 它是不是共通的 这间是可以怎样 可以寒设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做摄俗祭世 因为要摄俗才可能祭世 对吧 比如说盖格秀 我们都躲到深山里头说 要去利益众生也很困难 可是小部分人家愿意上山的 对吧 但是呢一个菩萨呢 他会愿意去迁就众生 到众生的群众当中 他去摄俗祭世 但是他所依平的就是什么 佛法讲佛教中的什么 慧学 就是透过慧学 所以 这里就会讲到说 从真出俗有没有 极俗极真 事理无碍嘛 使现实生活与最高理性 达到什么 完全的统一 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最高理性啊 就是法性 就是要从法性来关照 碰到任何的事情都是事相 我们看到任何的事事物物都是相 只要看得到的摸得着的听得到的都是相 所以我们的相不只色相 还包括生 相 畏 处 法 这些都是属于相 对不对 六根六是对六成啊 其实都是相啊 那除非呢 要透过第六意识 去深深的思考 深层的思考它 那么进入所谓的什么 理性的部分 理则 法性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讲 慧学它会重在法性 就是因为它属于什么 理则的部分 理性的部分 因为所要追求的 是不是就是真理法则啊 其实就是所谓真理法则嘛 所以我们纵然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而我们内心如果 还是能够透过法性来思考的话 那就属于什么 最高理性 让理跟事能够怎样结合在一起 刚开始难免会有所偏啊 但是呢 慢慢慢慢熟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平衡点 透过信空 其实可以化解掉我们很多的痛苦跟烦恼执着 因为我们的执着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透过信空也可以知道 我们一直在想要追求一个 永远不变的单一存在的东西 其实是不可能 在感情上尤其在感情上 所以夫妇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啊 真的没有那种永远不变的 从年轻到年老 这之间感情有多少的波折跟起伏 相信大家自己都心知肚明啊 之间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个真的是要用心经营 那这种经营呢 其实也就是随缘进分 有的人用心经营 但是呢 照样婚礼也会破裂 也不见得没有 对不对 但是起码因为我尽过力量 我已经尽力了 还碰到这种状况 我起码没有遗憾 是不是 如果这个也都目前都还非常美满 那真的素氏的福报因缘 要珍惜啊 真的是要把握 透过辛苦的经营 还能够把它经营起来 这个都还是有素氏的因缘福报 再加上这一辈子的非常努力的经营 而保有 保有比较正常的婚姻 这是不容易的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好 好 所以 这里就讲到说 因为智慧的初证 再倒数第四行 有没有 因为智慧的初证来讲 难免会偏重什么 真性 这个真性指的就是什么 法性也就是理性 这些都比较属于同质性的 对不对 属于真理法性 理则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深层的部分 对不对 如果是属于事项的 它都属于比较表象的 比较笼统的 比较看得到的现象 就是说 声闻它就是因为偏真了 它就可以解脱 是不是还是偏真 因为理性要跟事项要结合 并不容易 就像我们说 超凡入圣 它的一个关键点 就因为在真性的什么 验证 其实很少用真性 不大习惯 不大习惯 其实就是真理法则 就是法性空会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什么 涅槃 在出证 这叫做出证 最初验证到 在这里才算验证 在过程呢 其实都还 涅槃都还未现前 虽然这个过程当中 有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暖 鼎 忍 式 第一 有没有 它结尾很多 但是在这里叫做出证 它会偏真 会偏于什么 真性 也就是性空的呈现 对不对 叫做什么 毕竟空 这个过程我们说 透过性空的理解 对不对 其实所证出来 就叫做毕竟空 又叫做真如 也叫真理的现象 也叫做什么涅槃 总说 在我们的初学来讲的话 这个会是我们第一个的目标 过了这个目标 才可能有上面的 这都是毕竟的 所以昨天也不是讲说 这个是什么 欧托迪 金刚柱 它一定有个侠道 一个非常狭小的道路 是必然要通过的 那这个的通过 真的就是要跟法性结合的 涅槃的呈现 那么它绝诸细论 那也是透过什么 波瑞来的 是不是 波瑞将入毕竟空 绝诸细论 那透过那个之后 方便将出毕竟空 沿土首身 沿土首身 所以这里就讲到 智慧的出证 总不免怎样 偏重真性 所以呢 出证的一切法空性 有没有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法空性 还需要不断的怎样 熏修 那这种熏修呢 就等于 它可以结合真实地上 又跟世俗地 怎样结合到一起了 开始做一些结合 我们在这个之前 我们在这个之前 是完全在世俗地 在超凡入圣的关键上面 看到的真实意 过了真实意之后 是不是又跟世俗地 又要结合了 又要做结合 所以将所悟真理 验证于诸法事项 有没有 这个很像我们在求学的过程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甚至研究所 博士班 读过来很多都是理论的 毕业之后怎样 踏入社会 或是进入教职 对不对 那个是将我们所学习到的理论 怎样应用到业界上面 对不对 透过我们的理论跟实物 去怎样做结合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等于是在世俗地里头 去理解真实意 然后再把真实意所验证到的 再怎样 再用到世俗地 这个就是菩萨跟正治人物的不同 这是我们博家麻烦 世俗地就世俗地 一直在世俗地里头打转 如果正治人物他能够有一些佛法的观念 这都是生命上的提升 也是人民之福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训练说实在 以菩萨道的训练 真的就是以众生为主 因为不断地在 这也算是什么心地的一种 淘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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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才比较不会回到自我来 比较不会回到自我来 所以这里就讲到 将所物真理验证于诸法事相 然后才能够透过真理去了达世俗 去了达世俗 接受世俗 所以就像我讲 举的例子说 我们本来在海的表面起伏 躁动不安 对不对? 一个小船很容易翻船 一个方式可以打造一个比较大的船 它的稳定性会高一点 还有一个方式呢 还可以怎样潜水嘛 潜到下面 下面是平静的 但是我们说下面平静是平静 我们也不能永远待在下面 是不是也要浮上来 氧气带的有限 是不是 当我们浮上来的时候 其实反而接受到上面 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那种寂静 感受到了什么? 这个海水的本质 才知道说 为什么上面那个海水一直在那边晃荡 其实是外境的问题 是不是台风啊 地震啊 之类的 海啸 海这样卷的那个力量 那么样子的庞大 其实那是外向所使然 当我们理解这些浮到表面上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更怎样 更悲悯 大家都在这海面上 所以于是呢 属于菩萨根基的人就说 我带你下海去啊 潜水 潜水到下面去感受一下里面的几经 对不对 那菩萨呢 打造了一艘比较大的船 载比较多的人 是不是 在海上也比较怎样 稳 比较平稳一些嘛 那纵然要潜水呢 他也用潜水艇 不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被一个潜水的那个 那个氧气下去很有限 以菩萨道他的那个心量 会是比较大的 那以生文法来讲的话呢 他就不管别人啊 反正我自己享受过 自己很高兴 自得其乐也就算了 不过他起码没有去危害别人 因为一个生文者其实 他必然也是守戒的 性戒定慧他都要有 他只不过就是什么 悲心不足 悲心不足而已 所以呢 这里就可以看到菩萨道的那个心境 他去验证这些诸法事项 然后呢才透过真理 其实也在 在这些诸法事项里头去验证真理 用真理来验证诸法事项 对不对 再从我们验证的真理去怎样 了达世俗 了达世俗 因为了达世俗的关系 就会不执着 为什么不执着 其实等于是在 第一个阶段里面 就一直告诉我们 是性空的 是性空的 自信是妄直的 是不是我们本来 这个有点像说 某某人 他的身家背景是出生 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他本来就 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敏感 是不是 与生俱来 那因为在第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就已经不断的用 波瑞的思考 对不对 援起性空的思考的方式 纵然都还没有达 还没到达这个真理的境界 其实我们在世俗的现象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揣摩跟想象 比较能够放下 比较能够放下 那更何况 真的达真 到了真性的显现 涅槃的显现 那更是已经是 验证了我们下面 确实是不执着才可能 才有机会的 所以当他在跟世俗结合在一起 他自然不会去执着 自然不执着 离戏论 真俗圆容而无碍 所以我们说圆容无碍 必然是在平等的状态 不平会不会圆容 不会 不平会有爱 会有所障碍 所以这一切呢 是不是也都透过平等而来 其实都透过平等而来 我们的痛苦 烦恼 执着 轮回生死的根本 就因为我们的执着 因为执着而不平等 因为不平等而有所障碍 而轮回生死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呢 设俗即逝 实在是很重要 因为学了半天到底有什么用途 就好像说 这个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小孩子会觉得 我游戏玩耍开要紧啊 为什么一直要读书 对不对 小孩子有时候要跟我们努力 才有地位 才有怎么样 是不是也要后面的很多的作用啊 也要很多的作用 那么小孩子 想想有道理他还 这个有没有智慧 是不是也要透过抉择啊 讲了这么多 那你还要一直不断的游戏玩耍 那实在是自甘堕落 但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他还幼稚 还不成熟 当然大人要去花很多的力气 不断的引导 也不能说这样就放弃了 但是呢 起码我们就说 那个他的作用 其实我们要 要能够预先让小孩子知道 就像我们 纵然在凡夫地上 我们要知道 圣意地上有什么好 超凡入圣之后有什么好 对不对 他的痛苦少 烦恼少 他的这种尤其菩萨 圣贤菩萨以上的轮回生死呢 他的自主性高一点 我们现在的轮回生死是被动性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愿 倒是还有一点点自主性 愿力跟业力还有一点抗衡的力量 就是发愿 发愿我下辈子要到哪里去 这个 就看我们自己下的功夫有多深 有部分的自主的能力 但是不能说我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 那是不行的 因为这又违反了什么 因缘法 因缘法 所以所谓讲的因缘法 是讲法性还法相啊 法性 因缘就是这个点点点点点 就是上面画的那个点 我们看到的都是像 这里面是不是有众多的点合出来的 那这样子才能够去透视吧 对不对 透视世俗的现象 像S光一样 透视到里面原来是有真理法则的 所有结合的因缘都是平等的 对不对 也因为我们知道平等 其实我们会放下很多无谓的忧虑 我们都不知道在忧什么 在挂虑什么事情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说不上来 但是呢 我们常会觉得 其实波润蛮好用的 他有点像通乐一样 一通就乐 他会去消除掉一些杂质 让我们的水管能通 让我们的思路能通 为什么能通 为什么我们的思路不通 执着 卡了很多垃圾在那里 那是杂然 我想不通 那 其实我们说 会学就是像通乐一样 帮我们通一通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绝对的说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尤其我们说 身为父母 就一直要主宰儿女的幸福美满 我帮你选个丈夫 我帮你娶个太太 比你自己看还要准 哎 感谢 你如果没有带这个 你如果没有嫁那个 你要伺别 这是我们的主宰性 尤其我们会觉得孩子是我生出来的 是我养大的 是我的 是怎样 你不可以变 你怎么可以对我变心呢 因为孩子 他有他的伴侣的时候 往往这个父母会先抛一遍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信空的缘故 所有的姻缘都很平等 他随时都在起伏变化 都在排列组合 不是我们能排列组合 姻缘自己会排列组合 儿女长大到一个程度 在小的时候 他一直黏着你 你还嫌烦 很多人说 等到他上国中 你看看他要不要跟着你 拜托他他不要 所以他要保有 他小学阶段还勉强的时候 你要赶快多跟他相处 将来孩子都 照他背不知道 照我回去 早都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时节 有不同的因缘 那这些我们真的要随顺 随顺姻缘才不会感到 我们如果违逆姻缘 那只有我们自己痛苦 烦恼 执着 然后无名 升起 称心 一念称心起 百万障不开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些都应该 透过我们的什么 那么调理 所以已至导情 对不对 已至导情 而且这种 这样子的智慧 是不是希望还能够 长长久久 延延续续的 不只我这辈子受用 还希望怎样 下辈子一样能受用 不只我自己能够 感受到佛法的好处 还希望更多的众生 有机会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在193页 这里就讲到 在未成就 文思修三会之前 对世间的 凡是利益 有益人生 社会的一些种种学问 都应该广泛地来学习 广泛学习 那么这个会比较是在所谓的 生德会的这个部分 因为 但是如果 没有佛法的文思修的特质来做根本 那只是普通知识而已 与佛法无关 那但是呢 那也是一个基础 也不见得要放弃 但是呢 也不要只有沉迷在什么 世俗会里头 因为他解决不了我们生死的问题 所以呢 也希望能够开始累积佛法的会学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